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, 當發現嬰兒昏迷了 我們第一時間看看現場環境安全 以及叫嬰兒、嬰兒、拍攝 測去清醒程度 如果發現嬰兒沒有反應 即時找人報警 以及拿AED機回來幫忙 接著我們會用按壓托惡方法 打開小朋友的氣度 用視聽足的方法 用十秒的時間測去呼吸 一千零一、一千零一、一千零三、一千零四、一千零五、一千零七、一千零八、一千零九、一千零六 沒有呼吸 即時我們會做一個人吹兩口氣給他 因為很多小朋友都因為氣度或肺 有時拍著呼吸停止 即時吹兩口氣給他 接著進入心肺復甦法的程序 就是壓30下心吹兩口氣 壓心吹氣直至救護車到場 救護聯到場接了手 便可以停止心肺復甦法 還有一千零五 兩口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